在太平洋中南部有一个世界上最小的群岛 托克劳群岛 这里生活着世界上最懒的民族 玻利尼西亚人 托克劳群岛面积才12.2平方公里 岛上只有1400多人 于1926年时划给新西兰管辖 也开启了新西兰政府长年的噩梦 岛上的供电站、供水站 都是新西兰出钱、出人建设 吃的、弄的也是新西兰政府资助的 还修建了30个海水氮化设备 6个柴油发电机 并花了3000万美元修建太阳能供电系统 这也让托克劳群岛成为全球第一个 百分百使用再生能源的地区 而且为了改善当地人的生活水平 新西兰特意在托克劳群岛开发了旅游业 修建了别墅和度假村等 然而当地人就是不想干活 有优越的职业岛位在面前 也没人愿意上班 甚至连最简单的打扫卫生 游客接待工作都不愿意去做 由于群岛周围海产资源比较丰富 所以他们每天就是钓鱼 晒太阳、吃海鲜 然后困狗 因为太过慵懒 他们成了全球贫困人口比例最大的民族 95%都处于贫困状态 人均产值不足350美元 每个人都靠着救济金为生 新西兰忍无可忍曾在该岛上发起两次独立公投 然而都被当地居民以百分百的反对票而否决了 由于相关协议和人群法案等 即使这个群岛就像无底洞 需要一直砸钱 但新西兰却毫无办法只能继续含泪供养下去 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想收看更多其他事 欢迎关注小K 每天都会更新